每天講兩天 優待講兩天 當天邱委員講的話很有男子氣概 我錯誤啦 錯啦 看到公文 看到哪張公文 我拿給大家看 看到這張公文 剛剛濤哥你講那公務員的心態 這張公文就說明一切 我就彈給蘋果你怎麼樣 我就拿給蘋果去報 白紙黑字 然後就承認了 當天下立言就承認 很好玩 我給大家看 這個啊 會用頭版做這種新聞 什麼意思 董哥是聯合報出來了 為什麼會用 這個黃莊現在跟我總編輯 韜哥你也是媒體界的 為什麼 人家放個消息 太白了 白得不得了 好 夏立言請辭 聯合報獨家 又頭版頭 其他排外交部記者 通通去救災了嗎 也不是 剩下兩張就好了 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辭職 跟總統說我負責 或是我不幹 竟然露給記者 最醜陋的外交部長 我拜託CNN不要播這條新聞 你問你怎麼知道 外交部長說 你講得太好了 後面是什麼 專訪 專訪 我跟總統說我不幹了 我還可以專訪 歐宏練你是怎樣 你六十幾歲了 你連這個都不懂 這個叫心痛愁快 你搞聯合報我就搞中國時報 怎麼樣 外交部同仁不服氣 我知道 不是我幹的 問題是有叫你辭職嗎 今天只有一個人有資格不服氣 叫做夏立言 其他人你是畫什麼手 你是你賣什麼 有叫你下台嗎 所以不要搞鬥爭搞人 我們台灣的外交處境 一個外交部長這樣搞 你在搞誰啊 不要讓中國看不許我們可以嗎 不要讓這國際下話好嗎 一個外交部長說我不幹了 你可以從這個外交部長說 這個搞鬥爭這個角度 但是你如果從整個公務員的形態 你如果從代理一個部會 讓一個不該負責的人來究責 然後大家不要忘了這個整個的流程 8月17號誰讓夏立言辭職 然後這個公務員是 本來是應該行政院院長批的 行政院長沒批交給外交部長說 你來決定的 對 外交部長說我這批我就讓夏立言辭職嗎 不該他 如果不該他負責的事情 這整個公務員的反彈 那外交部長今天說 我自己站出來 我自行了斷了 了斷了 了斷你放個記者幹什麼 我這邊很簡單的 誰放的這個還不用來談 我要很簡單的是說 因為我跑行政院怎麼講 我這邊為官很熟 真正讓公務員心寒的是什麼 因為不管從程序上或什麼 你借夏立言移用 但是有一個人責任 他們圍著這個叫書起 又是書起 馬英九的數十年好朋友 國安會秘書長 職責上或工人上 卸夏立言人頭移用 但是為了保誰 他們都懷疑 所以馬英九必須澄清 不然你的領導威信 所有的公務員 他們想起了八年前 一年前八年的惡夢 自己人 這個東西你馬英九是無從領導 公務員他們又想起了 痛苦八年的惡夢 自己人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危機在於說 如果不是書起 馬英九你就站出來講清楚 如果書起有責任 馬英九你就要向人民做一個處理 因為職責上 運作上 書起完全不知情 不管是事先或事後 這個東西公務人員 他們講的叫做下立言士 下一個餘文 這個東西對馬英九的領導威信 已經打到了0 所以剛才這個 揮文講的8月12號13號 11號以前你搞不清楚 12號13號 馬英九總統 最好的一次這種機會 公開的這個說明 把全部的公文公布出來 遲的那個機會 到現在為止 引出來的這個風暴 所有的社會大眾要了解 這個風暴 遠勝過目前你所看到的其他 今天民進黨的這個發言人曾文燦說 叫檢調調查 那也是 那也是一個創舉 不過這個 你們 民進黨你就有栽調 所以為什麼叫邱義嘎 你們去揭壁 你就連這個都要扣蘋果日報 拿公文出來 你們這個民進黨是在做什麼 出來 證明 書起 書起沒什麼了不起啦 換掉就算了 證明總統說謊 那馬英九你問題大 你問題大了馬英 動手啊 當初特別被協下手了 老婆那個啦 就他下手了 我自己講齁 這個其實非常清楚 是誰要夏立妍下台 就是馬總統嗎 因為馬總統在8月17號自己講了 他說夏立妍做錯了 所以他理當扛起這個責任 外援拒絕的事情就是夏立妍 那馬總統說他之前不知道 事後的調查17號囉 他自己講這樣的話 公開的這樣講 那不就很清楚嗎 所以他批了夏立妍 認為夏立妍該下台嗎 沒有批啊 他罵夏立妍嘛對不對 而且他說他要扛起責任嘛 那問題是夏立妍犯了什麼錯 沒有解釋啊 對不對 所以到現在為止 這是為什麼我們認為這件事情很嚴重 是總統一再說謊 然後總統一再包庇 這個問題是會動搖火本的啊 如果說我剛剛從我第一個邏輯是說 如果國安會真的什麼都沒有掌握 那我很擔心國家情資很嚴重危險 第二個如果他是真的有掌握 而他講謊話 那是不同層次的危險 如果第三個他講了謊話 然後又沒有掌握事實 然後現在又隨便找其他的公務人員來頂罪 那這國家要崩盤啊 這是這裡面看的整個還是一個危機處理 處理這樣的危機 如果都會處理到這種程度 一個這麼簡單的把真相 8月12號13號全面性的這種公布 社會大眾一目了人之後 早已經是煙消雲散 可是可以演變成這樣 如果連這個都處理不好 你其他的國家的一些的重大的天災 這就是我們現在來探討的 在國家的體制 就是說他其實沒有法律 就是說國家體制 外交兩岸國防是總統管的 他就變這樣啊 沒有法律依據 但是 依照這樣的運作方式啊 外交部跟國安會的關係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話 請參考巴紐案 我是想補充一點 對 補充巴紐案 現在這個已經都發生成這個樣子 也像陶哥講的 好像有點心心之火 可以療癒人 好像問題代理很大條 那也不知道 亡羊補勞是不是已經太晚了 還是還有機會 我的感覺 因為這些訊息很混亂 那有些地方不清楚 感覺像是一個無心之過 就一開始一定 可能有人說 就是現在大家說的 但是不知道確定是從哪裡說出來 就是 第一時間不去面對 目前暫時不需要 一定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 然後變成後面這一緣串 但一定出於誰 我們不太清楚 這資訊上 有說是黃濟民 但是黃濟民現在不承認 可能後面 可能是高層的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節骨眼上面 已經面對 可能有這個基層反彈 尤其外交部 看起來是新火燎原 是不是真的在高層的 有道德勇氣來承擔 這時候已經不是法規 不是制度 除了你揭露所有的資訊以外 需要有道德勇氣 我想在哪裡跌倒 一定可以在哪裡起來 承擔一下 也解釋還原一下 那個事情的本然 因為第一時間 那個風災在開始 水災開始的時候 可能感受上 還有資訊上面 並不覺得嚴重到的程度 其實這個是可以解釋的 那只是媒體一直炒作的時候 它會變成好像 越包越大 星星座可以聊天 所以你炒作的問題 這原本在12、13號 有機會來處理的 原本在17號 還是有機會來處理的 原本在21號到24號 還是可以來處理的 要要說是哪一個媒體 你現在你說電視部 還是說屯視部 還是說電視部 那是哪一個媒體 還是你要講 因為昨天才看了一個電影 叫做Math City 那個其實媒體 看到這個議題 是會一直去追蹤 就是我解釋 外媒體就對 就我們炒作 那不要 欸 你在幫我 不要炒作了啦 我們就不要炒作了 我講 這樣子喔 這種態度啦 這種心態啦 要政治人物 尤其要總統 要這些人 去做有道德的回應 我們不會發生 我們不要等 所以這件事情 只有勇敢的 把事情一個一個翻出來 耗水 就像類似 像邱毅 類似有人 願意再把資料 一篇一篇的 提供出來 邱毅都相信國安會的版本 只有這樣子 沒有啦 已經沒有機會 這很簡單的一個 沒有機會 不是 不是 邱毅都相信書喜 大家不要忘了 很簡單 黃創下的所有的這個表情 說不清楚的時候 沒有辦法讓社會大眾來了解 沒有辦法讓社會大眾了解 沒有辦法讓社會大眾了解 邱毅上禮拜說他相信書喜啊 只有這些最高層次的人必須來批責任 所以我相信 在不了兩天 所有的很多的機密資料 會不曉得在哪些報紙報紙來了啦 重點是 重點是 如果這樣的處事來究責自己真相 不敢說清楚 其怕是 原本醫療小小的這種問題 然後不快速的來面對 然後 在輿論的壓力之下 越加的萎縮 然後開始就來究責 所有公務員的大板談 這才是重點 大家在哪兒嗎 8月31號 民進黨說